177 香港相報2010年8月1日報章A06心靈花園 一言命坦白陳一言不太適合創業的命格 生於1971年1月13日人時的讀者進論來信、 欲問創業時機及那門行業有利,從你的八字看來, 是學歷較低的,尤其是你這一代, 本來就是較難進入大學的,所以論創業, 第一個困難點是,很難處得第一不資金開展你的事業 而且技能方面,也括閒了發展的方向, 不是想潑你冷水,從各下的八字看, 你並不適合創業,有幾個原因 首先,你的應變能力不足在今天純色萬變的商業社會 是較為吃虧的,第二,原則太強, 對市場的分析,往往由自己出發, 以不懂,甚至不識,站在客戶一邊設想,第三, 有時留於太貴意氣用時,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 打人情牌是很重要的一環,但這卻是你的其中一個藥行, 第四,此命不宜合火,財力不足的你,獨知又顯見為難, 創業很多時要看有沒有貴人相負, 我並不是說你人際關係很差, 只是你的貴人都是平貝而非長輩級, 所以你有很多推心自腹的朋友, 只是這些朋友,都是能力有限的人, 儘管他們對你鼎力相助,也幫不出個什麽局面來, 可是你說要創業,這些死黨一定推波助瀾, 所以你要冷靜計算好全盤計劃, 封好光過愛行,否則很容易遭失敗, 若真的囚存滿志,希望你按步就班, 每時均從小事牛都開始,物操之過急, 你適合屬水性質的行業,有物流、海產、 動物、廚具池具、娛樂等,也適合在北方、 近水、寒冷之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 你有做偏門行業的傾向,但這並不適合你, 推算近幾個流年,打從2008年開始, 事業漸見順景,未來幾年,仍有不錯的進展, 成家立失,結婚生子,均在38至42歲之間, 物只顧事業而忽略了家庭生活才是, 不要覺得家庭是個負累,有些人的命是要有了家庭, 事業反而能夠運作得更順暢,你便是屬於這種命, 你命中有三至四個兒子,將來個個讀書有成, 事業獨當一面,陳一言,歡迎讀者提供八字批命, 陳一言, at, gmail, dot com